請接牌 正言上人清零慈濟學教學研究中心的啟用典禮 一進到入口處的竹林象徵著靜德 後方匯集了四大置業的書籍代表著修業 前方的閱讀桌椅則讓學者可以開卷養晦 關注養心 包括影音化 數位化 資訊化 無論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能夠聆聽到上人的開示 匯集慈濟五十多年的史料典藏 利用豐富資源編撰慈濟的教案教材 舉辦研討會及講座 期待培育海內外慈濟學的教研人才 慈濟者創人的疑念心 一生無量 四大八大運已經併集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 我想這是一個無論在佛教 在現代都是一大師姻緣 他們為佛教為眾生做的事 可以讓廣大的大眾能夠更看得到 讓學者能夠一覽無遺 能夠清清楚楚 長達十公尺的常櫃展示禁思法脈 慈濟中門綱要卷軸 以此為中心末往那一年 為佛教 為眾生 期待回歸到慈濟的出發心的那一年間 每一個人的那一年心 北武他求 禁思法脈慈濟中門 教育中門 就是交通給大家 印證法源 依止禁思 以法源為根 法脈為道 中門為果 期待透過印證教育基金會 與慈濟大學的產學合作 培育人才延續慈濟的法脈中門 大愛新聞 花蓮綜合報導